哈囉大家好我是帆風 我們今天呢要來玩黑暗靈魂 那我們就隨便挑一隻我還沒有玩完的 就來做黑暗靈魂的實況 因為最近其實我也不知道要玩什麼遊戲 除了尼爾人工生命我還沒有玩完之外 其他的遊戲 對我就是 還沒什麼興趣想要去玩 不過我這隻是要幹嘛 我這隻是玩到哪裡 我竟然不知道 也許我這隻可以練個 練個魔法師應該還不錯吧 畢竟魔法在這個遊戲裡面是非常強勢的 看來是還沒有去打那個 還沒有去打那個牛頭惡魔 等他上來 不要那麼笨 跳下去 啊幹 不是我沒想到 幹 我沒想到我 我會這樣死掉 哇靠 幹我第一次這樣死掉 Fuck 到底 幹太久沒 太久沒完成遊戲了 我的天啊 幹 我真的是第一次那樣死掉 你們要相信我 幹我不是菜雞 好了我們又回來了 天啊 幹也太好笑了 我第一次死掉 我第一次死掉 無死的悲醉 哎呀 天啊 大哥 是 我就 不用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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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要死掉了 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來不及 噢 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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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就說我可以讓他摔下去吧你們還不信 走吧 雖然 雖然其實我剛剛只要在偷出我的小斧頭 尻他多幾下他就死了 但是 我說了要讓他摔下去我就是要讓他摔下去 所以他不摔下去我絕對不攻擊 接下來來看到我們的太陽戰士 噢天啊 這是最美的場景 一個奇怪的人看著太陽 噢 噢不你不是怪人 快 給我 給我你的 聯絡方式 去了我有時間 奇妙的緣分 是 是的 我們必須合作 噢天啊 是白標記拉斯 我們是個奇怪的人 我們是個奇怪的人 的流程 是個混淆的 很紋潑的 有很多人 可以用這個 可以接近 當然 我 如果 如果 繼續 好了我們走吧 那這邊說一下 很多人可能會不知道 這條紅龍要怎麼樣裹 那其實很簡單 到這個灰色有燒焦的地方 我們就 再來一次 到這個灰色燒焦的地方我們就 呃 我知道了 因為我前面那個 紅龍沒有觸發 我沒有觸發那個動畫 所以他不會來這裡 紅龍的動畫沒有觸發 我是落集進來的 連這邊的火都沒點 好 好 可以 尷尬 我本來想要示範 算了我們之後 我之後再示範給你們看好了 就是要怎麼樣安全的渡過紅龍 的這個橋這裡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喔 就是這個影片 然後記得訂閱 然後再開小鈴鐺 影片才有我通知 如果你們需要的話我隨時都可以做攻略 就是關於這條紅龍飛過來要怎麼安全的到對面那邊 就是不會被燒到啦 他有一個 這個不是說要抓死機 或是怎樣的 他這邊這個判定 他不是說要抓死機 他有一個方式可以 我會觸發那紅龍噴火的攻擊 如果紅龍停在這個屋子上的話 他有一個方式可以不觸發 但是也只有一次機會而已 不過今天我沒有要幹這件事情 所以對 因為今天我就是沒有去觸發那個紅龍動畫嘛 那接下來 這邊也是只有一次機會 可以超解禁的 你在這條線的時候 你不要先過去喔 就是如果你還沒有觸發那個機關關下來的時候 你要先想好你要怎麼跑 那等一下我會跑給你們看 那現在我要先去殺掉 叫頂樓的黑騎士 因為 我爽 那這個東西的話 因為他很強 所以新手建議就是盡量先烙背喔 當然我是 不太需要 不過為了安全還是 繞一下 新手的時候 建議舉盾 防禦的攻擊吧 新手的時候建議舉盾防禦的攻擊吧 有時候還是會 還是會失敗的喔 那他這個盾擊就不能造假 好 好 喔唷 危險 差點GG 有時候 有時候沒防到 有時候沒防到 我沒有防到 我留一下 嗯 雖然很久沒回來玩 但是 還是 還是可以上手 啊 只給我一塊小石頭 運氣不好 我拿到大劍或是盾牌 謝謝 沒什麼用 然後這隻我又打算 要用魔法師實況 給你們看 我打算把它練成魔法師 我快被他殺了 這邊 我們要怎麼超捷徑呢 這樣子 我們這樣走 然後盡量用跑的喔 如果你不用跑的話 要超就很難囉 然後這邊跳過去 滾了也可以 我們可以先關起來 防止對面的怪過來 然後順便還可以 先幹掉一些 一些怪 只要先把那個會關門的怪給幹掉 之後我們開著門 那個怪就不會再關門 那個怪就不會再關門 看看這些站在門口 那隻豬就有點危險了 那隻豬也可以在這邊擊殺 那我們就把門給打開吧 畢竟 對 怪比較少了 他應該會過來 這種盾兵前期的話 建議用烙北的 其實也可以打他一下 記得要雙手持 上面可以用各種方式把他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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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到捏 打不到怎麼辦 打不到怎麼辦 不管怎樣 我們可以先脫捅豬的批評一下 打到樓梯上 他就打不到 這邊敵人也變少很多 快跑快跑 快跑快跑 爬到樓梯上他就打不到 那個豬 欸這邊的敵人也變少很多 阿 阿 這個豬最好的解決方式是 就是我們撿這個 然後我們給他裝備上 最好殺他的方式是這樣子 我們往這邊丟 要丟在底上 我需要抓準 這個位置 你們看 他自己 自己進去把自己烤熟了 是不是 就要丟好 不然 不然就沒機會 像我這個就是嚴重失誤 但你們 我相信你們不會失誤 你們應該很厲害的 那如果硬派一點的方式就是像這樣子 他沒戳到 要死了 其實也不然 撈他屁 哎呀 失敗連連 失誤連連 然後這邊 這個要很小心 這個敵人很兇 這種的比較兇 重點 攻擊也比較高一點 防禦也比較高一點 對 重點是 這邊 左邊的牆壁 還有一隻會偷打 我們可以先引 那隻出來 不要看到我們 可以先引他出來這裡 然後這隻會盾煩 所以要小心 盡量繞杯 繞杯繞一繞 終於一天會撈到的 他舉盾的時候 盡量不要攻擊 好了 解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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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來點這邊的火 雖然我也不記得 我又沒有點這邊的火 應該是有點 如果你來到這去的話 可以先出去 跟洋蔥講的話 他就在左邊 對他就坐在那邊 然後 想辦法把這個門給打開 但之後 我們會幫他開就是 嗯 嗯 抱歉 我想 想得太入手 打不開這扇門 我在這裡一直等 呵呵 他就是想要等到把這扇門給打開 媽的 那當然是我們 要幫他開啦 要幫他鎖持善後啦 沒想到這遊戲還是有蠻多玩家在玩的 我看那個 我旁邊有那個玩家 我就覺得很驚訝 Andre 三代見過他 對吧各位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 還可以跟他學習肢體動作 打招呼 我們可以在這邊跟他買個武器 也可以留兩萬塊來跟他買亞特爾斯的徽章 那我們問候完 我們的工匠後呢 就可以去 打石像鬼囉 前面這一區的小怪其實可以不用理他喔 那這邊這一隻的話也可以先 唉唷也可以先不理他 我們來看看 啊 購買 這邊有靈魂巨劍 還有一些有了沒的 跟他買個法杖 然後再跟他買個靈魂劍 可是我的靈魂不夠 來看看我有沒有道具可以使用 看來我連靈魂都沒有 真的是失算 沒想到我這麼的窮 我有錢了 我有錢了 各位我有錢了 可以用靈魂魔法剎 各位 靈魂劍 前期很好用的東西 可以用魔法剎 各位 太棒了各位 魔法師 魔法師就是好 讓你們看看魔法師好在哪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還記得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就是我剛做營火的時候有800魂 就是這傢伙掉了 對 這個bug 還蠻 對還蠻奇怪的 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觸發的 所以 對 對 反正就是非常的奇怪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一隻一隻慢慢打 這次他竟然自己來 也太神奇了吧 欸 喔喔喔喔 變得非常的危險 欸這邊的怪 是很多 我第一次看到這傢伙自己過來 還蠻神奇的 如果他掉東西就更神奇了 我現在可以救這個傢伙嗎 看一下 對 我有萬人又死 這邊我看我可不可以先偷瞄他一下 就是 找我這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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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死 好 我看不到他的血量怎麼樣 掉了 前期都還算蠻簡單的 對 這遊戲其實還蠻忍實的 看網路說什麼 這遊戲很虐 我覺得這遊戲說真的 跟更虐的遊戲比這個已經算很仁慈 又給你補血 又給你可以遠距離攻擊的機會 怪物也會有硬直 讓你有那個時間攻擊他 敲響第一個鐘 我們可以看一下動畫 響徹雲霄 的鐘聲 第一個鐘終於被敲醒了各位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下去了 然後下去的時候會遇到一個怪胎 怪胎還是怪的 隨便都是 然後我們可以跟他買一些東西 包括返回股片之類有的沒有 我記得沒錯的話 明災正常 這邊可以跟他買返回股片 還可以買這個罪人紀錄 我罪人紀錄的話就是 連線的時候用的東西 你們知道以前看罪人紀錄很多外掛 非常多的外掛 我以前看罪人紀錄的時候都覺得 看那些第一名到一百名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全部都是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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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誇張的 欸有些人是有一等的 然後他的那個數值 都是99 全部都是加滿的 還有人的血是無限的 以前PS3版本的真的很誇張 我沒有在騙真的非常的誇張 這邊可以跟他買戒指 然後還有犧牲戒指 這邊還可以跟他學 這樣的動作 這個巨人老爸很常用 巨人老爸是黑魂外國的梗 但現在很少人在做了 這過去的時光比起來 真是差太多了這遊戲 這遊戲